为什么朱元璋的陵墓历经六百多年一直无人敢盗 就连康熙乾隆见了都要磕头跪拜 古代帝王的陵墓都藏有大量奇珍异宝 慈禧灵被盗得一干二净 南宋帝王墓更是惨遭蹂躏 为何只有名校灵安然无恙 因为老朱的墓与他人完全不同 其中可大有门道 一般的皇帝会找一块平地或普通山丘做陵寝 而老朱却特地寻了一座石头山 宁人硬生生在石头中挖出一座陵墓 整个工期长达18年 后人要想开着墓 不上炸药是不可能破开的 这炸药一响 南京城里的官府必然听到 所以一直无人敢轻举妄动 其次老朱还在灵寝的宝顶上 铺设了大量鹅卵石 一旦有人挖开 那鹅卵石就会从四面八方滚落 直接将人埋个彻底 灵寝才智特殊只是原因之一 最重要的是这六百多年里 一直有人在保护名校灵 老朱去世后 他的孙子建文帝派了五千人守灵 这些人虽然不是锦衣卫 可也都是精兵强将 后来朱棣将都城迁至北京 也依旧安排了不少人守 在明校灵驻扎了两百多年 明京交替时战火纷飞 是盗墓贼最猖狂之时 可这段时间 南京居然还有一个小朝廷 叫做南明 这个朝廷别的事没干成多少 倒把朱元璋的墓守得很好 后来满清入关 还加人手去守灵 康熙甚至经常去到明校灵祭拜 这又是为何呢 因为大清要笼络人心 大清入关时 总兵力撑死也就十万左右 要管理诺大一个汉王朝 第一紧要就是笼络汉人 康熙继位后 每次南巡必到明校灵磕头 就是为了表示对朱元璋的敬重 除此之外 他还加派人手保护明十三陵 甚至颁布法律 规定盗墓贼判死罪 可谓是做足了表面功夫 由此可见 一位真正的明君 即使过了万代 也依旧能受人尊敬 太定了 夹 Party 小空 つ用小空 取阿塢